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女兒 倫百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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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同車駕駛員 同車的乘客 你不知道她是誰 走訪 調查 視頻監控 還原事實真相 有一個互相追逐 變道 有這種行為 那一場比拼 今日說法即將播出 這是一個交警的執法記錄儀拍攝的畫面 一起交通事故的現場 一輛白色的融威排轎車停在路邊 打著雙閃 左側車身已經嚴重變形 融威轎車的右前方 在馬路中間停著的是一輛銀色的現代牌轎車 轎車的車頭部位已嚴重受損 而情況最嚴重的是另一輛深色的奔驰轎車 四角朝天 翻在路邊 激盡報廢 各位好 這裡是今日說法 一起車禍 三輛轎車受損嚴重 駕車的司機恐怕也受傷不清 在城市街道 怎麼會發生這麼嚴重的一起車禍呢 而隨著調查的深入 警察發現這起事故很不簡單 事故發生地是浙江省寧海縣城區 時間是2018年3月16日深夜22點30分左右 交警到達現場時 一名傷者已經被送往醫院 我們到現場的時候幫這車駕駛員聽說去醫院了檢查了 受傷了就去檢查了 損毀最嚴重的奔驰車駕駛員已經被送往醫院 現場圍著不少人 交警進行了調查 據目擊者反映 事發時 融微車和奔驰車都是游西往東行駛 融微車在前 奔驰車在後 不知何故 奔驰車突然撞上了融微車 緊接著 奔驰車翻滾了過去 撞斷了馬路邊的一棵樹 又撞了停在路邊的一輛現代車 車輪朝天翻在了路邊 在現場 交警找到了被撞的融微車司機小楊 你這個當時怎麼情況了 你當時這個車 我當時前面往這邊來的 然後他後面追上來的 小楊說晚上他開車回家 路過事發路段時 車尾突然被撞了一下 車輛幾乎失去控制 他立即踩刹車 車滑行了一段距離後才停下 當時他聞到了一股濃重的汽油味 感覺可能油箱被撞破了 趕緊下了車 車裡面就直接跳出來 開門開不了了 下車後 小楊才看到撞他的是一輛奔驰車 已經翻到了路邊 當時大夥從奔驰車裡 救出了三個年輕男子 其中司機好像受傷了 被送去了醫院 另外兩個人沒什麼事就離開了 是你們雙方不認識的 什麼都不認識的 小楊稱他和奔驰車司機不認識 也不清楚當時奔驰車 為什麼會突然撞上來 事發地在一家企業的大門口 門口有一個監控探頭對著馬路 警方查看了事發時的監控錄像 從這個現場來看的話 是同向行駛 其中有一輛車是有一個變 變向一個行為 導致了超越這輛車翻車 這就是事發時的監控錄像 3月16日22點37分 事發路段 一輛轎車停在路中間正準備靠邊 此時 融威車和奔驰車先後出現了 見前方右側有車 融威車主往左打了一個轉向 緊接著 跟在後面的奔驰車躲閃不及 撞在了融威車的一所後側 朝前方翻滾過去 翻車後 奔驰車還冒出了煙 附近的人紛紛過去營救 這個路段限速是40碼 那麼從這個事故的後果來看 這兩輛車的應該車速是比較快 從監控錄像看 事發時融威車和奔驰車的車速 都比較快 尤其是奔驰車跟融威車之間的距離非常近 在交警看來 這麼嚴重的一起事故不同尋常 因為車的狀態這麼厲害 你像這樣一帶路 是不是路跨也好的 狀態這樣的四輛朝天 幾乎接近報廢了 這樣的話 那肯定這個駕駛能有問題 當時還以為可能是酒駕 初步調查 事故是由於事發時 奔驰車跟前車距離太近 前車緊急制動後 奔驰車躲閃不及導致的連撞兩車 起初 交警覺得奔驰車司機可能存在問題 事發後 奔驰車司機被送去了醫院 一組交警決定 趕往醫院進行調查 另一組繼續在現場勘察 當時我們的想法 酒駕可能性極大 在醫院 交警見到了奔驰車司機小吳 交警首先拿出酒精測試儀 給小吳做測試 測試的結果顯示小吳沒有酒駕 他說他自己是頭撞了有點輕微腦震盪 然後人有點不太舒服 醫生檢查小吳只是有些頭暈 身體並無大礙 你都是在酒駕的 你公告性 小駕出什麼車 你說鹿皮的代曉了 我要摩擦 前方小駕 事發路段限速每小時40公里 從監控錄像看 奔驰車當時的車速遠遠超過了 每小時40公里 深更半夜 小吳為什麼要開這麼快呢 對於交警的詢問 小吳沒有正面回答 只是說當時來不及踩刹車了 監控錄像顯示 撞車前小吳開的奔驰車 和前面的榮威車之間距離非常近 顯然這樣非常危險 小吳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小吳也稱他不認識 容威車司機小楊 不過言談間小吳的表現 讓調查的交警感到奇怪 然後說話也是置之無無的 問他事故如何發生 當時什麼情況 車速有多快 他都說當時記不太清楚了 雖然小吳對事故的描述 跟現場的情況基本吻合 但是小吳的表現 讓交警感覺有些不正常 而據目擊者說 事發時奔驰車上除了小吳 還有另外兩名男子 當問到這兩名男子的身份時 小吳的回答更是出乎意料 對於坐在自己車裡的 另外兩個男的 小吳稱他也不認識 在交警看來 這個回答不合常理 這個我們當時也產生很大疑點 因為你同車駕駛員 同車的乘客 你不知道他是誰 小吳的回答疑點重重 在交警的一再詢問下 他做出了這樣的解釋 我們是這樣的啦 車上不是後面貼了一個 內含端子 有端友的路上 特別他看到我這個貼這麼 停下來來一下就帶他上車 你夠了整屋啊 整屋了 深更半夜 互不相識的人 僅僅因為車上貼了一個車貼 就讓兩個陌生人上車 而且還是兩個男的 這患誰都會覺得不可思議 這時對於交警的調查 小吳似乎有點不耐煩 他的家人建議 等小吳治療之後再說 去揚門球嗎 等後來以後可以再通知 再外套 好吧 對於這起事故 小吳似乎在有意迴避什麼 從醫院離開 交警決定回到現場 再好好問問融威車司機小楊 你車子從哪裡出來了 你車子從哪裡出來了 從那兒 從哪個 就是從那兒過來的 那個從地方名字的呀 哪個 我不是本地的 你不是本地的 那你到這邊來幹什麼的呢 我就到前面去掉頭 然後回你 回住的地方 這次小楊也變得支支吾吾起來 什麼都不認識的 這個車子是你自己的 車子確定是你自己開的嗎 詢問過程中 小楊的態度 也讓調查的交警感到有些困惑 一般的當事人都是要指責對方的 對吧 在這個詢問當中 他沒有說對方什麼什麼 就是說 我們兩次相撞了 很輕描淡寫的 在講這個事情 奔驰車司機小吳 和融威車司機小楊 倆人都不太對勁 這讓交警覺得事情可能不尋常 深夜聚會的年輕人 同一起事故的不同版本 轟鳴的馬達 刺眼的燈光 一輛輛急尺而過的車影 多人 多子 互相競足 那一場比拼 今日說法繼續播出 在調查過程中 除了小吳和小楊 兩人的表現不太正常之外 還有就是 事發時 奔驰車上有三個人 除了小吳 還有另外兩個男的 可小吳說 這兩個男的 他不認識 深更半夜 小吳怎麼會讓兩個陌生男子上車呢 還有一點 當時小吳的奔驰車 和前面的融威車 跟得非常之近 他們這是在幹什麼呢 種種疑點 警方覺得 這絕對不是一起 普通的交通事故 交警仔細分析了 事發時的這段監控錄像 他們發現 當時在事發地 聚集了不少人和車 當時正是三月份 初春時節 天氣還比較冷 时近深夜 一般不會有這麼多人 在這個地方出現 交警繼續往現場走訪 在一個目擊者那裡 他們聽到了另外一種說法 它是兩輛車 是從這過去的 然後過了應該一分鐘多 然後又從那邊過來 然後再走 速度 飆車那肯定快點 目擊者的說法是 當時奔驰車和融威車 是在飆車過程中發生的事故 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警方查看了 事發前的監控錄像 有一個互相追逐 變道 然後有這種行為 這是事發兩分鐘前 小吳駕駛的奔驰車 打著雙閃開到了馬路中間 融威車停在廠區大門口 之後融威車司機小楊上了車 把車開到了奔驰車旁邊 此時有一個人跑過來 上了奔驰車 接著兩輛車幾乎同時起步 急速往前行駛 沿著兩車行駛的方向 警方調取了沿路的監控 只見兩輛車並駕其驅從 鏡頭前飛驰而過 行駛了大概一公里後 兩輛車先後掉頭往回開 融威車在前奔驰車緊隨其後 快開到出發地時 發生了撞車事故 監控錄像清晰地記錄了 事發前後的全過程 看來事故確實是因為 飆車引起的 在確鑿的證據面前 已經被帶到交警隊 接受調查的融威車司機小楊 終於承認了 之前他沒有說實話 据小楊交代 其實事發那天晚上 他和人飆了兩次車 發生事故的這次是第二趟 第一趟他是跟另外兩輛車 根據小楊提供的情況 交警再次查看了監控錄像 事情果真如此 多人 多次 互相競逐 監控錄像顯示 從22點26分到事發的 22點37分 11分鐘的時間裡 先後進行了三次飆車競逐 第一次是22點26分 一輛飛渡車停在右車道 小楊駕駛的融威車 停在左車道 另一輛速騰車 在融威車的左後方 三輛車同時出發 在一條雙向兩車道的公路上 並排飛池 其中融威車和速騰車是逆向行駛 行駛了大概一公里後 三輛車先後掉頭 回到了起點 接著 小無駕駛的奔駛車和一輛速騰車 進行了第二次飆車競逐 一分多鐘後兩輛車回來了 22點35分 第三次進駐開始 這次是小無駕駛的奔駛車 和小楊駕駛的融威車 也是在這次進駐過程中 發生了撞車事故 最快的車速 從後來我們鑑定出來 達到了111.4公里每小時 事後經過鑑定 當晚參與飆車進逐的四輛車 最低時速87.8公里 最高時速達到了111.4公里 遠遠超過了事發路段 時速40公里的限速標準 而這在警方看來 四輛車飆車進逐的行為 已不僅僅是超速那麼簡單了 這個威脅駕駛互相進逐了 它就有幾個條件 一個是超速50%以上 還有一個就是有一個變 互相追逐變道 還有就是不顧 到達一個交通環境的一個限制 他們就立向有這種行為 警方認為小無小楊等人 飆車進逐的行為 已經涉嫌危險駕駛罪 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之後 寧海警方將小無等四人 行事拘留 看守所的鐵欄杆 冰冷的手銬 就是我不知道這種事 或者犯罪了 或者罰了 就覺得最糗 最糟 造勢逃逸 這種才是危險駕駛 沒有定義 就是大家比一比 就是危險駕駛 家庭環境窘弈的四個年輕人 面對即將失去自由 後悔不已 那一場比拼 今日說法 繼續播出 在看守所 記者見到了當晚 參與飆車進逐的小無等人 他就是事發那天晚上 奔駛車司機小無 回想起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 小無說到現在還有點後怕 我現在的心態就是有點後怕 因為氣囊炸開的聲音會比較大 當時就不等於聽暈的 那麼事發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 小無的奔駛車 怎麼會撞上容威車呢 我想避 因為當時刹車是來不及的 眼看要撞上去了 小無回憶 當時他們快開到終點了 前面的容威車開得很快 他緊緊跟在後面 不知什麼原因 容威車突然踩了一下刹車 他下意識往左打了一把方向 想避過去 可是由於跟得太近 還是撞上了 車翻之後 車裡的氣囊全部彈開了 當時嚇壞了 挺悶的 所幸當晚沒有造成人員嚴重傷亡 那麼那天晚上在事發路段 怎麼會聚集這麼多車 又是誰提議要飆車競逐的呢 那天晚上他們說 突然說去那邊門 然後我就剛好查理慢慢了 然後就過去了也比較空 原來不久前 小無加入了寧海當地一個車友群 在車友群裡的人 都是一些汽車愛好者 不過跟賽車電影裡的情況不同 他們開的都是一些普通車 並不是賽車 像小無開的奔駛車 是當晚最好的車了 小無的父母是開企業的 小無在企業裡幫忙 奔駛車平時就是給小無開的 男人都挺愛車的吧 我覺得 小無說閒暇時 車友們會聚在一起聊天 事發那晚 他就是看到群裡有人說聚會聊天 他才去的 去德里門口那條路是剛造好的 車道很大 人也很少 所以他們才去那邊 小無回憶 他到的時候 已經有不少車友聚在那裡了 當時不知是誰的提議 有三輛車開始比賽了 有可能就是比誰快 應該就是比誰快 因為沒有任何彩頭的 小楊是榮威車的司機 對於當時的情況 他是這麼說的 我本來車停在路邊 跟他們在聊天 他們說來來來 我們出來我們比一下 誰提出來 當時是 哪輛車 非洲教我的 小楊不是寧海本地人 老家在湖北 中專沒畢業 就跟父母到浙江來打工 目前在當地一家工廠打工 他這輛榮威車 是一年前母親給他買的 因為他從小就喜歡車 從小就喜歡車 然後在這邊學一學出來 上班了 他是想考我 基本上他考家子 小楊今年24歲 考慮到兒子上下班出行 能夠方便一點 再加上也到了談戀愛的年紀 小楊的母親花了十幾萬 給兒子買了一輛車 我坐他車多個幾次 我覺得車開的70萬 反正你還可以的 那時候是跑了一個70多 我老媽就說了 跑這麼快幹嘛 趕時間啊 後來每次我媽坐上面 我才怕 車速來就是降得很低 小楊喜歡車 更喜歡賽車 於是對車做了一些改裝 車身貼了很多賽車的車標 輪迴和排氣管也做了改裝 就這個弄的效果挺好的嘛 它比原車要好看呢 小楊的這輛車被當地的車友稱為 寧海第一融威 也正是因為小楊的融威車引人注目 才有了十發那晚的競竹比賽 這輛車子呢我們經常見的 但是不論是這個人 這輛車它那個改裝的外觀 比較那個嘛 比較特殊嘛 我一看那台車 再看一下是誰的 小楊正是開汽車修理店的 那天晚上他開的是一輛非堵車 他對車輛的排氣管也做了一些改裝 兩輛改裝車碰到一起 大家就想鄙視一下 而且當時在現場 有很多車友在一旁起哄 這是事發那晚 車友自己拍的一段手機視頻 等我 等我 開起來 開 多拍個視頻啊 等一下 全部錄下來 全部錄下來 等一下 等一下 三 二 一 三 走 當時說這個一下的話比什麼 就是比誰起速快 也是因為當時很多人起哄 開奔駛車的小楊摸不開面子 也加入了進主標車的行李 我拍個視頻要等 我們就是飛上去玩一下 因為都有人起哄 有人起哄 我也不想掃心 當晚聚會的車裡 小吳開的奔駛車是最好的 所以當有人起哄 那小吳也來比一下的時候 他沒有拒絕 他說我二十出頭的小伙子 熱血放肛 他們對吧 也不能拒絕 據小吳回憶 當時有兩個車友提出 想上他的奔駛車 體驗一下賽車的感覺 他同意了 我那個車的性能也不行了 所以說我自己車就沒開嘛 然後我就坐到他們車子上去了 小蘭就是那天晚上坐上奔駛車的 兩個人當中的一個 她也是在寧海打工的一個外地人 平時開一輛十萬出頭的車 我也是第一次參與這樣的事情嘛 對不對 我感覺比較刺激的 但是誰也沒想到後面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嘛 原本是想體驗一下 競速的刺激感 沒想到差點出了大事 索性最後人都無大礙 因為那也是想得到的 那個地方是沒有人 然後就幾個人在這裡玩一下車子 然後這個東西呢 我們當時並沒有想到 這可能構成那個犯违法嘛 這東西 採訪中小楊和小吳等人都說 以前他們只是在電影當中 看過這樣的賽車場面 這是他們第一次競逐賽車 就是我不知道這種事 構成犯罪了 違法了 因為那個時候 並不知道這是違法的事情 就覺得罪酒 罪嫁 酒後逃逸 就是那個肇事逃逸 這種才是危險架設 沒有定義 就是大家比一比就是危險架設 小吳等人都稱 以前他們不知道 這是一種犯法的行為 那麼當地市民是怎麼看待 競逐飆車行為的呢 如果兩輛車在城裡面 飆車的話 你覺得是犯罪嗎 這種東西我也不好評判 如果出事故又犯罪 如果不出事故呢 不出事故的話 這個沒法變心啊 你覺得會不行事呢 會不行事呢 怎麼說呢 幹什麼罪 操作危害公共安全 這個就不太了解 因為的話 很少喜歡做這一方面的 一個法律的事情 2018年4月12日 浙江省寧海縣交警大隊 對事故作出了責任認定 在本期事故發行當中 這兩輛車雙方都存在 放任這種一個態度 他們共同承擔這個事故的 全部責任 交警部門認為 小吳和小陽駕駛機動車 以超過規定時速50%的車速 在道路上進駛 是導致事故發生的直接原因 兩人共同承擔 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責任 同時參與駕車競逐的小吳 小陽 小鄭和小聰四人 因駕駛機動車超速50%以上 被吊銷了機動車駕駛證 今天我們節目請到的嘉賓 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羅祥教授 歡迎羅教授 羅教授 對於在城市道路上飆車的行為 很多人還不清楚 他到底會觸犯什麼樣的法律 有人覺得無非就是超速了 闖紅燈了 就是扣分罰錢 您從法律上 幫我們明確一下 這種競逐飆車 將會涉嫌什麼樣的犯罪 這個可能既會涉及行政責任 也會涉及刑事責任 那麼從行政責任來說 主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 也有規定 比如說超速達到了50% 那麼是可以處以罰款 同時處以吊銷執照 但是這還可能會涉及刑法上的犯罪 那就是2011年刑法修正案8 曾經修改過一個法律 那麼就是現行刑法第133條之一 增加了一個罪名 叫危險駕駛罪 那危險駕駛罪明確規定 這個在道路上 這個追逐近視情節惡劣的是構成犯罪 那麼像本案所訴訟的情況 顯然就屬於追逐近視情節惡劣 那麼是構成犯罪的 那麼要處拘役 六個月以下同時併處罰金 那如果要是發生一些 比較惡劣的後果的話 比如說發生嚴重的車禍 或者治他人死亡等等這樣的行為的話 應該怎麼樣來擔負責任呢 那這就要分情況考論 如果對這個死亡結果是過失的 那麼就構成交通肇事罪 但是如果對死亡結果 是一個高概率的過程可能會發生的 那麼可能就能夠推定 它對死亡結果是存在故意的 那麼就可能觸犯刑法中的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這個刑法就中了 因為出現了死亡結果 那就屬於以危險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加重情形 就可以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無期徒刑 甚至死刑 2018年8月15日 浙江省寧海縣人民法院 經過審理對此案 做出了一審判決 判決如下 三。 一、被告人正犯犯危險架事罪 判處局域四個月 並處罰金人民幣8000元 二、被告人自犯危險架事罪 判處局域四個月 並處罰金人民幣8000元 三、被告人為犯危險架事罪 判處局域四個月 並處罰金人民幣8000元 四、被告人犯危險架事罪 判处居于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年轻人有时候性子急 爱冲动 开起车来爱比拼爱较劲 但是开车不比别的事 路上飙车更是要不得 因为这很可能对路上其他的行人车辆 构成巨大的危险 对开车者自身也是很不负责的行为 这也是我们国家把超速禁逐的行为 以危险驾驶罪列入刑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罗翔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